政府会要求发展商以后卖楼价单上所列的价格必须与实用面积计算 此外针对最近有金盘严重跳层的情况 曾引诚表示也会考虑立法规管 修订指引限制不合理的跳层 对于政府推出有关楼市的新措施 发展商表示欢迎 而地产代理则提醒市民 如果以实用面积计算价格 一般比建筑面积价格会高出约两成 计算的时候要多加留意 此外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 因投资移民而流入香港房地产的资金 截至今年9月底已经累计超过了103亿元 比去年同期大增八成 其中获批准投资移民的内地人数大增一倍多 主要投资在豪宅 有学者提醒政府 投资移民政策会令本港楼市被炒贵 香港经济逐渐复苏 有调查显示受访的香港企业 明年可能会加薪约2.9% 较今年的1.4%增幅于一倍 跨国人力资源顾问 汉威特今年7月到8月 在亚太区访问了2346家企业 包括香港 内地 新加坡 日本等 香港受访企业共有220家 涉及3万名员工 调查发现香港企业今年平均加薪1.4% 预测明年平均加薪2.9% 而在各行业中又以药剂及医疗仪器从业员的加薪幅度最高 明年可能加薪4.4% 汉威特分析自早年的非典及今年的假型IPNE流感四月 多家医疗及药剂机构积极投资争取市场 向员工加薪以挽留人才 令医疗从业员的加薪幅度是重行业之首 此外 零售业由今年仅加薪0.4% 急剧反弹至来年加薪2% 反映业界看好经济前景 内地受访企业更平均加薪6.7% 有跨境企业表示 内地员工的薪酬不断提升 今年吸引了许多员工北上打工 此外 香港企业员工流失率也从去年的17.7% 减至今年的14% 香港机场20号凌晨进行海陆空紧急救援演习 模拟有客机降落时失事 测试机场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演习模拟一架抵港客机 凌晨在北跑道降落时失事 机身断成两节 测试机场的紧急应变能力 我们机场每年都做大约30个不同类型的演习 这些演习主要是模拟各方面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等到我们可以完善我们对于这些应变措施的部署 演习中飞机失事后 坐驾消防车赶到现场 消防员疏散机场乘客 搜索伤者 救出多名受伤乘客 包括机座人员 由于伤者众多要出动流动治疗车 现场也设立分流区 重伤的由救护车送到多间医院治疗 轻伤的在现场接受治疗 消防车不断向机身涉水控制火事 由多名乘客跌下跑道旁的水域 飞行服务对局征计在上空协助搜索生还者 此次演习由香港机管局 航空公司以及多个政府部门举行 共有超过1200人参与